現在看到這一隻狂吃猛吞的 這叫什麼魚扇劑 吃了一隻遺失外來種的狂扇 猛吞 我的天啊 這種速度是正常的嗎 我覺得他受不了我們 譬如說生態調查這個專業領域的人來介入的話 農民其實不知道他對這個生態環境到底有多少的益處 那除了動物之外的話 我們自己本身發現 我們田地上的草類 就是雜草的種類也開始變得豐富了 因為我們沒有使用浮草劑 沒有使用太化學性的東西 所以土地是非常乾淨的 那放心的清淨之後 我覺得最後就是 無負擔的理念 希望大家能夠吃到 無負擔健康的食物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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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